美国前总统川普 7月份在宾州造势 差点遇刺身亡 5号重返枪击现场 再度举办造势活动 全球首富马斯克也现身相挺 川普说归功于上帝的恩典 枪手才没有得逞 而马斯克还大赞川普 遭到枪击之后 还能够振臂高呼 还暗酸拜登 就连上楼梯都有问题 在御用歌手格林伍德的歌声中 美国前总统川普 5号重返宾州巴特勒造势 7月在同一个地方 川普耳朵被子弹击中 差点没命 现在还能站在台上 川普归功于上帝的恩典 但在祝福和神的恩典 那些仇兵并不成功 并不接近 重返枪击现场 川普老早就大力宣传 甚至邀请到一位重量级嘉宾 上台助阵 头戴让美国再次伪大帽 身穿占领火星的T恤 全球首富马斯克 大战川普在枪击后 还能振臂高呼 反观另外一位总统 连上楼梯都有问题 川普当时躲过暗杀 不过一名在当一宵的支持者 重担身亡 在枪击发生的下午6点11分 川普邀请所有人共同默哀 现场响起终声 宾州是关键摇摆州 川普重返枪击现场 让这场造势活动话题十足 不少支持者老早就来卡位 执法单位则部署重兵 全力防止憾事再度发生 成为人编译